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启发投雇杨继正 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是台股2018的封关日 也就是说今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2018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也就是说今天会收整个日线 月线跟季线跟年线 都在今天来做一个做收 那我们来看一下封关日今天 台股目前是小涨15点 那昨天的美股的部分 持续的做一个反弹 道强的部分 弹了260点 那NASDA 小幅上涨25点 费办的部分小涨8点 我们来看一下国际股市里面 美股这个波段重挫之后 它最近的话呈现一个反弹行情 但是我们可以发觉 你现在看到的是整个 年限跌破之后的这个均线架构 也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道琼指数 你现在看到的这条黄色的这条 黄色这条 它是短天期的时日线 短天期的时日线 它的位置在23240 那昨天的美股的收盘是23138 差了大概接近100点左右 跟时日线差了100点左右 这是传产股里面的道琼指数 两根的红黑棒 大概反弹接近三分之一左右 这道琼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一样 来看一下科技股里面 这个跟台股的联动系数 会比较高一点点 我们来看一下 NASDA指数 跌了10天之后反弹2天 那它的时日线的位置在哪边 时日线的位置在6634 6634 6634 它昨天的收盘是6579 简单的说离时日线还差一点点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跟我们相关系数最高的肺半指数 我们为什么这个会特别再聊 肺半指数它就离时日线比较近 刚好收在时日线 1139 1139 时日线位置也是1139.84 所以简单的说 今天台股应该会在时日线附近 为什么 第一个 肺半指数刚好收在时日线附近 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的部分 今天小涨13点 小涨13点 果然在时日线附近 果然在时日线附近 时日线是9644 现在是9654 大概多了89点 大概接近10点左右 但是接下来重点来了 现在在时日线附近做震荡 10天大家的平均成本 也就是说你这10天参与台北股市的 现在的成本就在你的附近左右 如果说你的选股跟大盘一样 那均线的这个意义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可以发觉 这一条绿色这一条 它是所谓的一个月的平均成本月线 它现在还是下弯的 它的位置现在9750 9750 那这一条 蓝色这一条是季线 蓝色这一条是季线 它的位置在9903点 它大概在1月底左右 会扣抵这个区域 也就是说如果说在1月底 指数还有在9400只上的话 这一条季线才会开始慢慢走平 那今天是封关日 大概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季线才有机会开始走平 所以说这一个波段 我们跟肺半的联动系数蛮高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以外销为导向的这个韩国股市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的部分 韩国股市目前也是小幅上涨 我们来看一下 它也是在十字线附近 但是它是在十字线下一点点 那这一个波段 它也没有去破10月底这个低点 简单的说韩国的走法最近跟台股也是很贴近 为什么 第一个大家都是外销为导向 外销为导向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整个消息面的部分 今天封关日台股目前是小涨8点 今天的消息面是整个公布了11月份的这个景气的灯号 亮出了黄蓝灯 一样是黄蓝灯 但是这个综合判断的分数已经降到17分 这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如果说再少一分的话 它就会变成调到蓝灯区 这个是景气对策讯号 也就是持续的十亮黄蓝灯没错 11月份 但是如果说再低一分的话 它就会变成调到蓝灯的部分 这个也创下了2016年5月以来的这个新地 景气的对策的这个灯号 那接下来我们来台股今天 等一下会来聊一下指标股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一个赖生活圈跟一个社团 赖生活圈跟一个社团 我们可以发掘 很多朋友加入我们赖生活圈一年的 它收获蛮多的 那你怎么去成为我们脸书的团员 跟赖生活圈的团员 第一个 如果你在脸书搜寻 政歌创新高超盘法 就可以直接加入我们的这个脸书的部分 那至于赖生活圈的部分 很多年轻朋友加入我们大概一年多了 把小钱变大钱 那我们的赖生活圈的ID是 小老鼠YOUNG168 再讲一次小老鼠YOUNG168 那这个是我们的QR Code 也可以直接扫描这个QR Code 成为我们赖生活圈的一员 那为什么要成为我们赖生活圈的一员 因为股市变动 有时候即时行情 有时候即时有什么标股 现在大家都在讲圆月行情 圆月行情有什么标股 我们会即时的在赖生活圈告诉你 会即时的在赖生活圈告诉你 也就是说小资组 也许他的资金不多 你如何把小钱变大钱 第一个 你的方法是先加入我们的这个赖生活圈 可以掌握整个即时的讯息 可以掌握整个即时的讯息 那整个 有一些这个年轻朋友加入我们一年多的 他也学到很多的技术分析 也就是说 我们常常在电视上跟大家聊所谓的技术分析 但是 有一些这个小资组小资朋友年轻朋友 他加入我们赖生活圈他收获蛮多的 也就是说 他运用了整个这个技术分析 然后开始 这个 我们在有时候在这个赖生活圈里面 也会分享所谓的这个技术分析 我们来看一下赖生活圈 这个技术分析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你 你 研判股市 研判股市 第一个 你要看证据来做动作 那我们在这个赖生活圈里面 我们会教授所谓的这个 比较重要的 K线也好 均线也好 跳红缺口 如果即时有出现的话 我们也会在赖生活圈里面 做一个分享 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赖生活圈ID是小老鼠 YOUNG168 YOUNG168 小老鼠 前面多一个小老鼠 那接下来就是 原液行情到底有什么潜力股 如果在盘中转强 我们会即时在赖生活圈通知你 也就是说 加入我们赖生活圈 第一个 你可以学到所谓的技术分析 不管是K线也好 均线架构也好 甚至整个最强的技术分析 最强的技术分析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创新高超盘法 再加上三线交叉法 我们这个都会 在这个赖生活圈跟一些年轻朋友 来做一个分享 跟年轻朋友来做一个分享 那有时候 有些这个年轻朋友 有一些持股问题的 也就是说这个波段 事实上大盘从10月份股灾以来 很多股 很多这个个股跌的稀里花啦 你不晓得你的个股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的 你也可以私讯给政哥 那政哥有时间的话 有时间当然不一定是马上跟你回复 但是一有时间 有很多这个赖生活圈的这个朋友 也问到很多这个持股诊断持股的问题 让他避开了很多空头股 有些股票他一路下来跌幅蛮凶狠的 这个波段你不要看就短短从10月份到现在 很多个股他跌的幅度蛮重的 那你的股票在什么样的点位 在什么样的价位 或甚至整个趋势是如何作严判 我们赖生活圈也有时候 也会有这个持股诊断的这个活动 那至于整个 这个波段到底该看什么指标股 跟关盘的重点 你一样在我们赖生活圈会做一个及时的分享 所以加入我们赖生活圈 第一个就好像练就了这个 所谓的金钟罩跟铁布山 为什么 除了你可以学到技术分析之外 你可以抓到这个波段的指标股 跟关盘重点之外 如果元月行情有这个 有红八行情 我们也会及时的来通知你 甚至你还可以学到最强的技术分析 所以说还没有加入我们赖生活圈的 还没有加入我们赖生活圈的 直接ID就是小老鼠YOUNG168 或直接扫描这个QR Code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档个股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档6488 昨天是不是很强 昨天是不是很强 那为什么今天特别把这一档点出来 大家有没有发觉 9400以来的反弹波 是这一档个股发动的 是这一档个股发动的 所以它可以展开一波N字形的反弹到这边 大家有没有发觉 当它出现这个讯号的时候 这个叫纺锤线 12月3号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妙 大盘好像12月3号也见到短波段的高点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这个就是指标股 这个就是指标股 也就是说这一档个股 它对整个大盘是有影响力的 它会影响的族群除了矽金元之外 还会影响到一些涨价题材的个股 所以说看盘 第一个你要逮中指标股 你才知道大盘的卖动 你才知道大盘的卖动 否则你连大盘的卖动都不晓得的话 请问你你要如何来操作股票 你连指标股是哪一档你都不晓得 那你要怎么去操作股票 那这一档昨天是很强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它现在的这个 刚才有聊过大盘在十字线附近 这一档个股黄色这一条是十字线 那蓝色这一条是季线 蓝色这一条 蓝色这一条是整个长天旗的 这个均线蓝色这一条 那季线的话是在这边 那大家有没有发觉 十字线它今天刚好开盘的位置 刚好开在十字线附近 我刚好开在十字线附近 简单的说这一档个股 会影响到整个大盘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地震呢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209年度企划案加入杨老师 引火先机 苏波 02-2389-8689 02-2389-8689 209年度企划案加入杨老师 引火先机 苏波02-2389-8689 02-2389-8689 起发头顾有粉丝团哦 向往花钱不犹豫的生活吗 想轻松退休不为钱烦恼吗 快掌握起发头顾分析师动向 线上解盘 财经解读 台股分析 讲座资讯 重点新闻 起发头顾粉丝团通通都有 锁定起发头顾粉丝团 让你财富满满满 竹梦专线02-2389-8689 Béby 你好乖乖哦 今天陪妈妈一起去打流感疫苗 你知道吗 为了让你能够健健康看的长大 妈妈什么都愿意 等你长大 妈妈也会定期带你来打疫苗 妈妈老了 你会不会陪我来打疫苗呢 好 欢迎回到现场 那我们来看一下操作股票要顺势操作 操作股票要顺势操作 那这个是所谓的趋势 所谓的趋势 我们可以发觉很多新手 甚至台面上很多有一半的老师 他喜欢做一个逆势的动作 也就是他喜欢去拆低点 喜欢去拆头 拆最高点 他觉得他说他抓头功跟摸底功很强 那但是往往你这个逆着这个趋势 你要去抓底或者摸头 结果到最后的结局 都跟你的想法不太一样 你有没有发觉常常犯了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要顺势操作 顺势操作是用技术分析的这个工具 有用的正确的去掌握到这个趋势的所在 然后你就顺水推舟 我们来看一下 所谓的趋势 不外乎就是一个多头行情 一个空头行情 一个跌身反弹 一个中级反弹 一个中级反弹 不外乎就是多头空头跌身反弹 中级反弹 那你到底要怎么去掌握 现在所处的位置 到底是所谓的涨势还是盘整还是跌势 第一个你要看到这个证据你来做一个研判 你来看到证据来做一个研判 如果处于涨势跟整个处于跌势的这个 会有所谓的这个证据出现 我们看一下今年的10月份 现在才12月底 大概两个月多以前 你如果在一个波段三线交叉向下 那为什么今天会有特别聊到 这个三线交叉向下 再多一个跳空缺口 因为这个就是你要运用的一个方法 三线交叉法 你在这边10月份 你把时间回 这个回推两个多月前 大盘还在这边的时候 当三线交叉向下出现一个跳空缺口的时候 你看到证据三线交叉法 你就能躲开这一个波段1700点的跌幅 当你看到指标股发动 环球军在发动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跳空缺口的时候 你就知道它是一个横盘的行情 所以你就每个波段的所处的位置 跟它是什么样的架构 你就可以清楚明了 这个就是所谓操作股票很重要的一个 顺着这个事来操作 不是每天在那边拆低点 拆高点拆低点 很多老师都很喜欢拆低点拆高点 带了一票的这个会员朋友 一路的犯下了操作股票 很容易犯的错误 昨天的持股诊断 一票人 细经典也好 被动员见尤其是被动员见 昨天很多人来持股诊断 他说他们老是带他们去买 国具这一票这个股票 操作股票常犯的错误 这边不是讲国具不好 是你操作的时间点 你操作的时间点 你操作的时间点 那也就是说 被动员见尤其这个族群 你有没有发觉 自从他八月营收最高点之后 他就不太会呈现一个 跟今年一二季不太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表现 又涨一块钱而已 大家有没有发觉 为什么被动员见这个族群 套了那么多散户 因为很多人从一千块开始 从这个八九月开始 看好被动员见 就他营收最高点 九月营收已经不再创新高了 他没有第一个时间点 去执行这个停损的动作 也就是说他们老师带他操作股票 犯下了最严重的错误 尤其是很多自称为博士的 套了一票的被动员见 很多草政客持股诊断的 他直接就讲说他们老师带他 国具从九百块一路的往下买 说他获利很好 本益比很低 非常看好 但是你有没有发觉 国具这一档他营收高点 是出现在几月 100亿 106亿 8月份 大家有没有发觉 9月份的营收竟然比8月还少 所以说 他们老师连这个基本的逻辑都看不懂 很容易就套在短线的高点 因为那时候8月份9月份 9月份他的业绩还很好 所以你会发觉 他们老师被本益比所蒙骗了 也就是说 你如果套在这个点 然后你又犯下了 不肯认赔 又犯下了操作股票常犯的错误 你会在一次的交易里面 就让你请家荡产 为什么 你这边买两张就要180万 昨天有一个 雪玲玲的例子 有一个退休组阿伯 大概接近快70岁 他把他600万的资金 跟着隔壁台的 就买国具 就买249的华兴科 就买6173信仓店 而且是不久之前的事情 日期就在12月3号 听了 那个阿伯讲的快哭了 12月3号 三档都买 华兴科 国具 信仓店 而且之前又套了一堆股票 从来不断的用错误的方法 第一个 他往下去摊平 那请问一下 你国具你如果900块 你买一张 我那个阿伯是买两张 180万 然后 他说他们老师 并没有抠停损的这个抠讯 跌到800多的时候 还叫他们再去买 还叫他们再去买 是老师 不是散户 这个听了真的很难过 身为一个分析师 你用错误的方法 去带领一票的散户朋友 用错误的方法 去带领一票的散户朋友 900块阿伯就买两张了 就180万了 跌到七八百的时候再买 老师的抠讯继续买 这个不只是散户朋友常办的错误 甚至连自称博士级的老师 要三硕一博 摊平 摊平 然后摊平之后股价掉下来之后 他竟然用两句话来搪射 第一个 第一个 获利很好 本益比很低 获利很好这个是路人加一柄都知道的 这国际前三季电脑打一下 就知道他前三季获利很好 你知道我也知道 路人加一柄都知道的落后信息 太惨你了 难怪你会套在900块 然后套在900块就算了 跌到800多你没有去停损 你竟然还去加码摊平 请问一下 你的老师是不是犯下这个错误 往下摊平的错误 一次的交易就可以让你请家荡产 为什么 国际900块买两张是接近200万 这边刚好 从1300跌到900 他就认为很低了 跌到700多还在摊平 加码摊平再买三张 阿伯六七百万的退休金被你搞到 只剩下200万 六七百万喔 也没多久的事情喔 大概就四五个月的时间 买进买进买进 最后一次加码买进是在12月3号 刚好又挨在了反弹的最高点 那请问一下你在念博士 你在头上一空的喔 你认读在这里加码摊平 你知不知道被动原件是景气循环股 不是刻意批评 因为持股试断里面 很多的朋友都点到你 很多的朋友都点到你 因为我们开放持股试断 在生活圈也好 脸书也好 直接就说 那一个博士 代他买信仓店 代他买华星科 代他买国具 而且是一路的往下摊平 那当第一季 紧续循环股 这一档紧续循环股 第一季 营收正在成长的时候 你怎么不敢买 那时候你反而觉得 你这个博士反而觉得你在追高 你不敢买强势股 这边减资之后 100涨到200你竟然说他很高 所以你这一段你就放过他了 最好赚这一段你放过他 最好赚这一段你放过他 但是这一段你反而有兴趣了 很奇怪莫名其妙 这一段你说他获利很好 为什么 因为你看的是本益比在操作股票 你是落后讯息 国际获利很好 你知道我也知道 路人夹义饼都知道 电脑随便打一下就知道 他前三季赚70块 本益比反映的是过去的获利 益与成长反映的是未来的EPS 请问一下 未来的EPS比较重要还是过去的 你这种看过去的落后讯息 你带着一票散户 逢低加码逢低摊平 然后现在来找郑哥持股诊断 还好郑哥有把正确的观念跟阿伯讲 他现在比较能释怀了 所以说跟错老师就好像这个 你的女孩子嫁错人一样 嫁错人一样 你不要嫁错人 你还在那边一直执迷不悟 我们这边有一个最强的 最强的技术分析 创新高超盘法再加三线交叉法 那元业行情红包行情该怎么掌握 元业行情红包行情该怎么掌握 股票操作第一个 你要怎么选出强势股 什么样的股票 在我们这个红包股里面 在我们红包股里面 元业行情我们会先把红包股 分享给LINE生活圈 LINE生活圈的朋友 那LINE生活圈的ID是小老鼠 YOUNG168 直接加入我们这个LINE生活圈 先来抢红包 我们明天见 本屋公司与所推荐推车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并公彩精彩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台股直播室 超强民事阵容 直播现场急问急答 盘中及时为您解答 4月起 每天早上9点开始 正经锁定运通财经台 台股直播室 2019年度企划案 加入杨老师 赢得先机 速播 02-2389-8689 02-2389-8689 2019年度企划案 加入杨老师 赢得先机 速播 02-2389-8689 02-2389-8689 起发头顾有粉丝团哦 向往花钱不犹豫的生活吗 想轻松退休 不为钱烦恼吗 快掌握起发头顾分析师动向 线上解盘 财经解读 台股分析 讲座资讯 重点新闻 起发头顾粉丝团通通都有 锁定起发头顾粉丝团 让你财富满满满 竹梦专线 02-2389-8689 起发头顾 启动财富成长 发现幸福人生 想带家人出国旅游 却难以实现 想为家人换车 你却迟疑了 也让缺钱成为你的理由 让起发头顾 协助爱家的你 达造幸福美满的家庭 选择起发头顾 获利轻松入带 致富专线 02-2389-8689 02-2389-8689 起发头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